数百名杰克逊乐迷昨天聚集在北京购物中心外面 迎接关于美国流情乐剧星迈克尔·杰克逊的纪录片 《就是这样》在全球首映 详情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这次聚会由电影发行商索尼制片公司组织吸引了当地名流前往观赏 总共有八名舞者登台表演 纪录片《就是这样》 从杰克逊长达一百多小时的排练录像中精选而出 当时这位前歌星正在为原计划在伦敦举办的舞时场复出演唱会做准备 索尼制片公司说 中国政府在创纪录的三个星期之内便通过了影片的审核 而且没有要求进行任何剪辑 它的从头到尾是它排练每个舞蹈的细节 实际上我们看这个电影不是再去看它突破什么 或者是什么更多新的东西 就是去感受它的爱心去缅怀它 这个纪录片的网站说 这部片子将让观众观赏到杰克逊 不为人知的音乐 迈克尔杰克逊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进行过表演 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当地的超强人气 他的乐迷俱乐部正在全国各地涌现 杰克逊因其精湛的歌舞表演成为很多人心目中 无人能出其右的天王 他风靡全球的专辑 颤礼1982年发行之后成为流行音乐史上无法取代的经典 不仅创下全球一亿张的销量 更被视为流行音乐从听觉走向视觉的里程碑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